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嗨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开一个特别版的卡盒 叫做LM01 这个卡盒不会像EX或BT的卡盒一样 如果大家有玩过Better Spirit的话 这个卡盒就是像那种很特别突然间出 然后里面的卡也没有到很多 因为它不像EX或BT的卡盒一样出大主题的东西 它是属于比较小范围的一些卡组升级的卡 然后这次的LM主题就是Ghost Game Ghost Game之前 其实它出之前RB的时候它升级也不算很多 而且除了Gammamon之外 蓝色跟青色的那个卡组 它也没有到很多的升级 也没有到很多的卡可以让它们去做使用 这次连卡盒的颜色它也升回 就是只有黑白 如果玩过Better Spirit的人都知道 Better Spirit有出过类似这样的卡盒 然后它一盒也很便宜 就只有120块 然后它也没有特点卡 就是没有Top Box的上面那张卡 然后它好像是只有蛇宝 而且它也没有异图版 24680 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是有玩Gammamon卡组 它一开始还不知道里面的配率是怎样 它就直接开两盒 开了两盒过后 它就把这个卡盒所有的卡都开完 全部四张 所以它也没有讲特别配率 你需要开很多盒才可以拿到四张 所以它一盒是固定 就是这个版本里面所有的卡的一半 然后你再开另外盒就可以拿到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卡盒比较不好吧 我觉得而且不建议去开个爽 或是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那些人不知道哪开来卖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蛮亏的 所以我们 其实它配率也没有什么特别意图 但是我就是做个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是蛮特别的 它登场的时候可以拉多一只 它可以炸一个LV4的怪兽 然后再可以较多一只它自己的token出来 而且是紫色LV5 所以可能是可以拿来进化的 然后而且是魔兽组 不懂可不可以放在那个 卢嘎莫的那个小狗卡组里面玩 不过大部分应该是不可以啦 因为它是登场效果 如果进化效果的话还不错 然后还有我们 它还有很多复刻BT9跟RB的卡 就是没有什么新的 没有大部分有一半都是复刻卡 可能之前你买RB01 或是BT9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收到 之前没有人想要 没有人去想要组这个卡组 所以 这次它就复刻很多 可能你就不用买旧的卡 你只是需要买这个 你就可以组到GAMAMON的卡组 或是其他那两个的卡组 然后有这个是新的 POKOMON 这个的话是给GAMAMON的抗性 就是还可以防离场 除了自己的效果以外离场的话 这个可以消灭代替GAMAMON所有的卡离场 就算是只有Digimon卡保 如果是Tamer就不能 所以它是只能保你的GAMAMON卡组的一个 给你GAMAMON卡只有抗性啦 简称叫做这个 其实是不错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给兔子卡组 也是不错 它这次的意图比较特别的就是 也不算是一图啊 是全图吧 只有它的人物卡是全图 因为之前这个版本的人物卡是没有 是没有这样子全图 是普通版本的 然后这次就只有出 然后它这次出的大部分 SR的升级卡都是Ace的版本比较多 所以这个是GAMAMON的LV5的Ace 只有18宝其实也蛮少的 没有到很多 这个的话也不错 这个的话是Security Add-out的话 Battle结束之后可以不支付登场 然后攻击结束时 这个可以放回去Security上面 就是打完可以再补血 我不懂以后会不会有用 所以这种卡可能以后突然间出一个卡组 非常有用 然后这就变成有用的东西 现在这卡盒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用 for现在的环境的卡组的话 这个的话Cybot Type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给无限龙兽的会比较好用 分开组开三张 Blocker或者是Tamer 一张卡上手 然后其他方下面 点名就是给那个 无限龙兽卡组玩的 然后新的兔子哦 这个是LM的 然后效果都很普通 就是加一Memory 其他的也是差不多一样东西 然后这个是复刻的RB01 然后这个也是复刻的RB01 然后这个就是 新的 Ace Jellymon的Lv6 效果不错哦 其实Ace之前 一开始玩的时候好像感觉想象中很差 因为他会给回费用人 但是现在他出越来越多的过后 我觉得还没有 其实没有到很差 Ace 他的效果是比普通的那些强很多 在别人回合用的时候又可以 控制人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复刻的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复刻的RB01 这个是LM的 这个的话 效果蛮没有用的 如果你有TAML的话 攻击是可以进化成它的本身的进化线的Lv10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在BT5 可能有出它的系列 因为在那个Digimon Seeker 就是新的那个清小说里面 是有它的出现 所以可能以后是有用的 所以暂时可以守着先 这个是LM LM有出一系列的一个新的进化线 这个也是LM的 然后拿全图的Hero 然后还有兔子 Ace 兔子 这个的话蛮不错 攻击是可以直接丢一个 有兔子记载名字的卡出来 但是不能攻击啦 它原来没有输拱 但是它有 如果你配一个Lv5的青色狮子兽 青色卡的一个雪狮兽的话 它是有输拱 如果你用效果特招的话 所以是不错的也是 看你怎样去配一哈组 然后这个也是LM 这张卡也是蛮奇怪的 Tamer一张Rest登场的时候 对方钟老师全部Rest的东西不能站起来 全部Tamer不能站起来 奇怪 然后互相回合 Rest的Tamer 没有一个Digimon加一千 可能以后有用 现在就是没有用 这张我就觉得蛮特别 这张的话就是在飞去牌组里面发动的 就是man飞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个Tamer弹回去 自己的一个Tamer弹回去 自己的一个Tamer弹回去 卡组下方 那Tamer登场cost多少 你就可以减这个cost多少 可能最多是5 最多是5吧 那个 紫色跟红色的 紫色有一张Lv5 不是Lv5 紫色有一张5cost的 红色有一张5cost的 然后可能减5cost就6cost 6cost登场 登场或进化的时候 一张对方一个Digimon下面 在上面破弃三张进化元 然后对手进化元没有的 全部不能攻击 不错的 然后这个是RB的 Gamamon这次好像是没有太多新的 因为之前出好很多 这是LM的 然后只有这个吧 紫色的Gamamon LM的 然后这个也是新的Ace 所以一三加 一三加都有了 而且这个卡盒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它固定一盒会有 全部东西两张就是了 全部东西两张 然后这次里面也是有Seeker card Seeker card 那Seeker card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蛮废的 它是很特别的 但是真的是效果是只能用那一两次吧 然后 BT6的这个蛮旧的 这是BT8的 LM的 LM的 OK 这个女生全图的 然后 多一张 Ace的LV5 这一张的话是进化的时候可以丢一张手牌 然后飞机牌组里面加个Gamamon记载的卡 哦 放在它的进化源下面 然后互相回合有增加 进化源效果的话可以炸一个LV4 然后自己飞机牌组在这个LV4以下的Gamamon出来 OK 就是Siren和一张去你的进化源 然后你可以炸对方的LV4 所以是只能炸LV4 然后再登场一个怪 还可以啦 其实也没有到很糟糕 但是Ace 前提就是Ace 重复的它的卡全部都是一样 OK 兔子两张 很快就开完了这个 非常的快 那还没有什么特别卡 就是就是你看到这几张吧 女神 OK 然后 LULI 不是女神 然后还有 这个Ace的LV6 这一张的话 如果你玩这个的话 他玩LV7不是很奇怪 因为LV7的它的效果是要 丢掉这一张 然后变成LV7 这样你不是要给人家试飞 是不是很奇怪 因为我暂时还没有组这个卡组 是有材料 但是还没有认真去组 所以也不知道他可不可以配LV7 因为LV6还是Ace 因为之前玩的那个方式是要把这个丢掉 从你的ESS里面 从你的进化源里面 然后这个的话 进化的时候 你的 进化源里面没有 一个GALMA MOON的话 可以加上限1000 一个颜色 要有没有一个颜色 所以8000开始加 他顶多我这个颜色 123 紫色 11000 红色 12000 就是呢 进化上去可以加12000 然后互相回合 有怪兽消灭 一回合一次吧 其他怪兽消灭的话 加1MEMORY 就也没太强 而且你进化源要有其他三个颜色 你才可以炸到12000 其实认真没有到很强 OK Secret来了 看到 这张Secret的话 其实它的特色是蛮美的 就是新的东西 00000 0的话就是初始 是吧 Programmer里面我也不知道 进化的时候 你可以选自己 或是对方的一个DIGIMON 弹回去 互相 总之是你弹你自己的话 也可以 弹对方也可以 弹去他的 Secret的第一张 然后对手的Secret全部开 过后 一张对手的 放一张对手的Secret 去他的TAC上面 过后剩下的 就Suffer回去 过后对手回合 开始的时候 一张选源 就是Category 就是Option Tamer 或者是DIGIMON Either其中一个 就其中一个 选源的话 对手开了TOP DEG 如果是的话 选源的卡 在 对方的Turn End时 这张卡选源的Category 效果不受影响 然后到 然后再把那张卡 放回去对方的TAC下面 就是如果你说 他开的是Tamer 你宣源嘛 对方的TAC 他开的是Tamer 这样这个卡 就不受那个Tamer影响 其实也没有Tamer 就可以弄到别人了 所以Tamer是除外 如果你讲DIGIMON的话 你宣源 他的DIGIMON 一张 OK 这个DIGIMON一张 他就不受DIGIMON效果影响 如果是Option的话 就不受Option影响 就是Either其中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 玩Option的卡组蛮少 所以 你可以先 他的东西是这样子 其实蛮特别的 如果是对方有很强的怪 你可以把他的怪 弹去他的Security 如果对方没有很强的怪 你可以把自己的怪 弹回去Security 过后你再开对方的 Security 再把他一张Security 放去他的卡组上方 这样子 就可以减对方的AT血 然后你再宣源 如果是DIGIMON的话 他就不受DIGIMON效果影响 就是这样子 也没有到很差 只是 不是那么实用吧 应该讲 他进化要5费 蛮贵的 5费 5费的 然后13000 他是Lv6 不是Lv7 所以 没有到很什么 可以 两张Secret 一样的东西 最后一个是什么 刚才开了 紫色紫色 青色 蓝色吧 没有猜错 应该是蓝色 所以他每个都是两张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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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盒 因为才120块 也不太贵 然后 如果你不是Ghost Game的粉丝 或是喜欢Ghost Game的人的话 就根本没有必要买 所以这个卡盒出来就是 不是坑玩家 玩家你不买 你也不会受伤 钱包也不受伤 他是坑什么 他是坑店家 这个 因为店家他如果进化 进少进多也好 没有人买的话 他还是很吃亏 这个卡盒 所以 非常的不值得 这个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是蛮烂的价钱 你看 全部两张 我买两盒 我就全部有完了 如果你想你要 你要这个Secret 这个Secret 我看 我们马来西亚的价钱 他还有个80块 其实我觉得也不止80块吧 30块差不多吧 我觉得 因为你毕竟 你的保底一定是两张一盒 如果你想要组 这些东西是蛮划算的 你买完 两张两张两张 最不值得开的一次卡盒吧 他也不算是正规卡盒 他就是特别卡盒 所以可能以后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还是会出LM02 因为可能这次他们试水纹 不好卖 他就不出了 可能我讲这个东西 时间会丢价 丢到可能80块一盒 店家就卖不出了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 这次今天的分享 也不是特别开箱 是什么 就分享LM01的开箱 就是给大家知道 他的东西是全部 一定是两张两张两张 买两盒就可以 收起你 这个卡和所有的卡 所以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按照留言分享 不订阅快点我 拜拜啦